女人每天都用化粪水洗澡 可这天低头一看 化粪水竟然变稀了 她吓得赶紧提上库 来到水位池里检测 没想到水位竟在光速上升 水流的速度也在急剧前进 女人害怕极了 因为浙江意味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即将爆发 很快她就来到了村民家查看 没想到村民家已经潮湿不堪 墙皮也在湿度的侵蚀下掉落 倘若洪水来临 整个城市都会被洪水淹没 为了居民安全 女人请求上司赶紧统治居民撤离 可高层却认为城市里天汗少雨 不可能回突发洪水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女人赶紧走到城市外查看 结果桥洞下的老鼠竟全部逃了出来 而原本松绿的大叔竟然变得枯黄 河坝上的水流也变得湍急 很显然一场史无前例的洪水就要爆发 然而尽管她做这么多资料准备 高层依然置之不理 他们认为就算会突发洪水 只要把城市边的堤坝炸开 这样水流就能避开城市 让是洪水泄到人员稀少的乡镇下面 眼看高层不愿理会 女人赶紧找到当地村民 希望他们撤离 因为一旦河堤被炸 水流的冲击力就会把他们的家园冲散 可村民们怎么可能会因为谣言离开自己家 城市里的老鼠纷纷逃出地洞 居民家的墙壁也开始掉落 用手一摸全是水 为了防止洪水袭击城市 高层决定把河堤炸毁 让洪水流到地势低洼的乡镇下面 可村民们怎么会同意呢 那将意味生存了一辈子的家园 会被无情冲散 女人走上前说明其中厉害 可村民们依然不愿离去 难道城市里的人需要保护 他们就不需要了吗 眼看村民固执的不愿离去 小美只能另想办法 殊不知她离开后 当地村民就用水泥沙带建起了堤坝 防止洪水流进村子 当地警方得知此事后 立马前来阻止 谁知村民们丝毫不惧 直接和他们打了起来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股妖风突然袭来 不要钱的洪水果然冲了过来 幸运的是 由于村民们建好的堤坝 洪水并没有冲进村子 而城市里可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医院里变得水泄不通 眼看水位不断上升 城市居民也不上班了 全部拿起沙袋毒水 防止洪水流进自己家 可尽管如此 一夜之间 洪水就长高了几十米 整个城市都被淹没在洪水里 不知情的居民都被淹死了 存活下来的人 只能划着小船前行 看到如此残景 村民们只能同意打开堤坝 让洪水顺势流下 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当意外来临时 总要有人牺牲 舍小泉保大泉 好在当地高层也给出赔偿 让村民们建立了新的家园 速速电影 带你走进不一样的电影世界